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练的半个月的时间里 不认识的艺人们也为了朋友 像王俊凯 王源和王一博都是不认识 甚至他们是圈里的对家 粉丝们之间的关系 并好 谁能想到这三个人坐在了一起 还一起表演 节目 三个人都姓王 大家给他们取名王者组合 次的活动是非常严格的 艺人们的团队进不去 门也出不去 每天就是吃饭训练睡觉 过了非常绿的半个月 也有点类似于校园生活王俊凯王 博也有一起下班回酒店 他们说说笑笑很像是原偶像剧情节 要知道之前他们都不认识的 原就是这么奇妙 虽说娱乐圈的关系比较复杂 但和人之间还是有很多真诚的 在封闭的这段日 只有想不到 没有看不到的奇妙同况 王俊凯王 博许魏州阿云嘎四个帅哥还一起看过烟花 帅们一起看烟花 仰眼又浪漫 同时 多年不同碰不动的王俊凯王 原也被大家重新认识了 原来之 他们在舞台上的冷漠不互动都是假的 都是客的 在没有镜头的地方 两个人几乎每天都是在起的 合照也非常自然地站在一起 还像小时候 他们一样 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吃饭一起下班 所人都说 他们关系是真的好 而在有镜头的地方 俊凯王源就非常谨慎了 只要有观众在场 他们会离得挺远的 这也是避嫌的一种 而现在粉丝也已经可以看出 他们在有意避嫌了 经过这次事情 也更加相信长大不会走散这句话 在娱乐的规则里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做自己 恰好是这根月的封闭排练 让很多明星们的生活暂时满来 也交到了朋友 收获满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